眼下男孩第一次来到盲人学校 老师刚想要教他怎么写盲文 可男孩就奇迹败坏地将其一把推开 他的眼睛还能看到朦胧的光亮 一直觉得自己还不是盲人 唐老师温柔地蹲下来告诉米克 你见到过花但还是会去闻一闻他的味道 音乐家也会闭上眼睛感受音乐 那样就会放大听觉触碰音符的力量 而这一切都是在说一件事 随后唐老师让大家触摸许多植物 并且布置了一项作业 写一篇关于描述四季变化的文章 但米克对此并不感兴趣 吃饭时米克认识了第一个朋友菲利谢 对方是一个出生就失明的孩子 他认识朋友的办法就是 用手去触摸脸庞触摸世界 两人无所畏惧地顺着梯子爬上了树 都是生长于天地之间的精灵 菲利谢却从未感知过颜色是为何物 在她的脑海中只是一串冰冷的字母 而米克曾接触过五彩斑斓的世界 她就告诉菲利谢 蓝色就像是骑着脚踏车 微风拂面的感觉 或是向海汹涌无际的波涛声 接着牵动菲利谢的手摸向树枝 棕色就像雄厚粗糙的树干一样 而红色像是热烈的火焰在燃烧 夕阳临近时烧遍天上的云朵 就在他们游历世界时 班里的恶巴带着人前来挑衅 米克没有忍住和她打了起来 一直到修女赶来劝家才制止了他们 之后她感受到了菲利谢对生活的渴望 可见她顺着学校广播走去 摸索着坐在墙下感受语言的火力 这是一个叫法兰斯的女孩看到了她 她拿起一颗小狮子向米克丢去 但是听闻米克的难处后 又拿出一些糖都给了她 米克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糖果 海童间的嬉闹总是变了又变 可法兰斯的母亲是学校的帮佣 她不允许女儿和盲人一起玩 但法兰斯还是偷偷地跑下楼找到米克 带着她来到一处废弃的仓库 这里有一辆坏掉的自行车 米克只是一阵摸索就知道只是链子松了 于是三两下就帮女孩修好了车 随后两人从秘密通道来到外面 米克自告奋拥戴法兰斯兜风 在犹豫过后法兰斯选择相信米克 他用着微弱的眼光控制平衡 法兰斯大声地给他指引方向 两人兴奋地穿过阳光斑驳的下坡 行驶在行人稀松的小巷中 短短的一段距离对米克来说 就是一场难忘的旅途 但即使米克的骑行技术很好 最终还是避之不及翻了车 米克轻抚法兰斯腿上的伤口不断道歉 可法兰斯并没有责怪米克 他们继续走路结伴来到电影院 约定下次一定要来一起看电影 两人在返回的途中碰到了工人游行 其中还遇到了同样是盲人的大叔 对方很是关心似乎迷路的两人 他们和这位善良的大叔攀谈 得知对方名叫埃特瑞 如今在隔壁的炼钢厂当界线员 法兰斯问到面对滚烫的熔岩 他竟然不怕 埃特瑞就说自己看不到就可以想象 那里又高又大色彩艳丽 像是制作饼干面包的巧克力工厂 这一番话触动了小米克的内心 他没想到身处黑暗的人也能心生光亮 路上还想起了老师对他的鼓励 于是米克决定完成老实不知的作业 描绘出季节的变换 收到埃特瑞牵动心灵的米克 选择了别具一格的方式去完成 但首先他和菲利歇做了一件坏事 他们一同偷走了校长的录音带 缠在甘子上录下鸟鸣声 浴室的领域当作稀稀利利的雨幕 沾水的手指拍向手心 就像雨滴落在枝叶上的滴答声 学校的餐盘被他们晃出阵阵雷音 对着瓶口灌尽呼呼的狂风 更是在菲利歇的精彩模仿下 捕捉到了弥蜂飞无声 经过克服种种困难后 他们谱写出一首关于季节的乐章 将其命名为雨后天晴 一个听众就是另一个好朋友法兰斯 他们趴在收银机旁 随着齿轮缓缓转动 首先映入耳中的是微风拂面 法兰斯嘴角漏出一丝笑容 他们静静地聆听 仿佛四季真的浮现于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当校长听完这首作品后 换来的不是鼓励和夸赞 而是严厉的训斥 不仅收银机被收了回去 就连自由也被限制 遭受打击的米克在这晚做了恶梦 更可怕的是他的眼睛 就此彻底失去了仅有的光明 米克反复不断地开罐点灯 可他再也无法点亮内心的那束光亮 之后就整日躺在床上 帮佣来送饭也不想去吃 另一边唐老师也发现了空缺的米克 于是就亲自过来探望他 但米克觉得没有脸见老师 就躲在了床底下 唐老师假意没有看到米克 要给他留张字条 孩子固自念了出来 说他的观察作业在他看来很棒 并且还准备了一个礼物 但紧接着说他不喜欢学鞋子 就要把礼物再抽回去 可床下的米克牢牢抓住了礼物 唐老师又将收音机交给了米克 即使米克再也看不到光亮 但唐老师还是走进了他幼小的内心 为他带来了残喘的最后一丝火光 犹如一场春雨滋润 犹如一场微风风过 拿回录音机的米克重拾火力 加上法兰斯对他的默默陪伴 他们想要做出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 化身王子与公主流落森林 小心翼翼地踏足一片未知之地 乌鸦的叫声盘旋在头顶 最终闯进一座巨大的古堡当中 用着各式各样的方法带动声音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童话故事 可故事越往后面 米克就越不满意 因为他们既要当故事人物 又要独旁败 声音的丰富性还是太差 第二天校长选人参加话剧 没有被选上的人闷闷不乐 菲利谢就趁机邀请他们来参加录音 他们围坐在一方小小的天地 却用声音描绘出一个多彩的世界 为了录倒鹅龙喷射火焰的声音 他们就来到炼钢厂找到艾特瑞 这里的机器碗如鹅龙的低吼 他们被戴上安全帽录到满意的声音 晚上他们开始录制王子斗斗龙的场面 所有孩子欢呼雀跃 像是真的在经历一场战斗一般 就连平时欺负人的恶爸也来请求加入 他们录制着童话却还是憧憬着电影 米克就告诉他们 于是到了晚上他们偷偷起床 相互牵连在一起 在法兰斯的带领下来到电影院 他们每个人都充满着期望的喜悦 恶爸同学还主动出钱请客 他们聚集在一起听电影 法兰斯负责讲解听不懂的地方 这部喜剧电影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孩子们也被感染到跟着笑成了一片 欢乐充斥着每一个人 周遭昏暗 以防宽荧幕牵动哀乐悲喜 四处去集 一群诗光者感受光怪陆离 他们用听觉塑造出鸽子的色彩 用触觉传递着属于他们的快乐 回去的路上孩子们还以为未尽 而米克和法兰斯要去仓库拿录音机 这里没有灯光法兰斯看不清 米克就拉着手带着他 柔和的月光下法兰斯轻拂米克脸庞 说触碰一个人的脸才知道没愚愁 米克就说还需要听到声音才行 他也伸手去触碰法兰斯 顾勒他的模样浮现于脑海之中 这些无关爱情的感受 都融入于最纯净最皎洁的月光里 孩子们的童话故事引来最终决战 他们需要制造一场宏大的战争场面 在铁门一声声沉重的敲击下 恶龙胸火着向他们扑来 好,大家听听到这些猫子 现在我们不怕 跟我们的灯绵我们是贏了 在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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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校长发现了他们 还得知在一次拿到了录音机后 对着他们大发雷霆 狠狠地熏斥了一顿 法兰斯的母亲也走了过来 重重的耳光打在了她的脸上 将其带走了 校长当即决定将米可开除 唐老师找到了米可露好的童话故事 静静地聆听其中的感动 她觉得这是一份完美无缺的考试答案 但拿给校长是还是不受待见 校长不想听什么创新与自由 因为在她的学校里不能没有规矩 忙人孩子只需要学会一门手艺 能够在社会上吃饱饭就足够了 他们都没有错 但校长可能还是有些严厉了 因为他们都还处在孩子的阶段 探索与天性是不会被生活打败的 出来的唐老师碰到了学校的帮佣 她疑惑地问向对方 你在这里这么多年了 觉得学校的意义在哪 她究竟帮助了谁呢 最终交出来的不是编制工就是界线员 换来的是剥夺了他们最美好的东西 帮佣听后就告诉她 唐老师瞬间焕发一丝清醒 另一边法兰斯在家里闷闷不乐 突然间他想到了和艾特瑞的约定 有困难就去找他 于是法兰斯就跑过去请求帮忙 接着就有一大批工人来到学校门口 他们举起高喊着抗议校长 为弥克打抱不平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盲人共有 办公室内校长还收到了市长来电 但校长依旧遵循着自己的规矩 唐老师受到帮佣的电信 他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给校长看 一定会比他那刻板呆滞的话剧精彩 他带领学生开始着手不知舞台 另一边家长们被邀请到学校来 唐老师让他们带上准备好的眼罩 一场用瓦多听的视觉声言即将展开 随着灯光熄灭 全场激进 悠扬的钢琴声缓缓响起 孩子们主演的王子与公主登场 随着各种物件发出各异的声响 一场童话故事浮现在每个人面前 幽暗的森林传来乌鸦的怪叫 狂风挂起落叶 悄悄穿过树枝 或是激烈的娱乐无战斗 咆哮声呐喊声声声入耳 美丽的公主迎来了他的王子 最后全都变成了海鸥自有翱翔 家长的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在声音渐渐停歇后 所有家长都站了起来掌声不断 眼罩后面皆是热泪盈眶 一群孩子欢快地牵手走上舞台 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掌声 他们站在灯光下 他们与正常孩子无异 1975年意大利废除了盲人学校 让他们也能在正常学校就读 米克随后视力再也没有恢复 但他日后成为了意大利电影界 最著名的音效大师 在这片金黄的璀璨大地上 无光的人也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亮 电影名为听见天堂 我们看见世界所有的色彩 他却听见世界上所有的美 这部电影总能让我联想到天堂电影院 里面的拖拖一样有好看的眼睛和睫毛 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 生性善良富有想象力 他们热爱电影 热爱那些让生活变得奇妙鲜活的事物 感动都是一点就破 这两部电影的魅力相差无几 上帝关了一扇门 却打开了一扇窗 其实看见天堂是虚无缥缈的事情 但听见天堂却出手可及 因为他只存在于 盲人独自打造的奇幻色彩的世界中 电影本就是回荡在脑海中的艺术 长片短节只为推荐一部电影 触碰原片才会体验一段人生